6月16日 盼望之家在艾尔蒙蒂市举行 父亲节欢乐送父爱如山庆祝活动 河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刘达强等民选官员 天普市狮子会的代表和义工 以及乔建民众近200人欢聚一趟 共同庆祝父亲节周末 帮我们社区来推荐我们盼望之家的 父亲节欢乐送父爱如山的活动 我们今天也有民俗乐 然后也有京剧 也有歌唱 那这都是几届歌唱冠军 这次歌唱为主 今天我代表我们民选官员 向我们伟大的父亲们做最高的自卸 父亲是我们儿女们的一个role model 也这个是社会国家的栋梁 这个父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辛苦为家里为孩子 为妻子为朋友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今天他们值得表扬 我非常感激所有天下的父亲们 祝你们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欢乐送庆祝活动举行的 尊荣父亲表彰 盛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西可文娜市市议员吴同怀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刘达强等 其中都为华裔民选官员获得表扬 华夏电视台记者 艾尔汪提示采访报道